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床单上有一点湿 李渡有些吃惊 王伟再没有回他们的房间 直到第二天他们在楼梯上相逢 两个人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李渡脑海里回忆着 慢慢地进入了梦想 凌晨 他们被刺耳的警笛声惊醒 几个人很快都聚在了客厅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看到外面停了几辆警车 并有一些鹤枪实弹的特警 有警察从对面邻居安妮的房间里进出 还揪着一个年轻人 原来抓到了一个盗贼 安妮老太在夜半时分被楼下的响声惊醒 他提着枪下楼 看到一个盗贼正在偷东西 那盗贼也有枪 一见安妮老太 立刻也将枪对准安妮 两个人以枪对质 安妮老太很沉着 他说 年轻人 你想死吗 我反正已经87岁了 盗贼犹豫了一下 便放下了枪 抢劫总比杀人罪行要轻得多 巴逊安妮先制服盗贼 然后从容报警 警察来的时候 安妮正在自贞自饮 喝庆功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常常想 我常常想 在几千公尺一下的笛河 哪里究竟 哪里究竟藏着些什么 一些什么 如同我的沉默 那岩江本涌着 雪月流淌着 藏在不为人知的角落 到了深夜 你就会听见 那无言的歌 我常常想 在几千年那无尽的岁月 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 一些什么 往事起伏错落 三夜中的嘀喃 轰隆的寂寞 藏在石头锋里的穿梭 我闭上眼睛 你就会听见 那无言的歌 总有一天 我会找到什么 剥开沉默和泥土 我会让他复活 总有一天 让他告诉我 他存怎样的生活 怎样的生活 是谁在哪里温柔的呼吸 是谁的手把谁的手紧握 是谁在荒野中点亮灯火 才去将夜色紧紧的触摸 每一天前顶不高 美丰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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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纳前将夜空撕破 总有一天 我会找到什么 我开身无恨你托 我会让他浮夸 总有一天 让他告诉我 他曾怎样的生活 他曾怎样的生活 怎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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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如今 新闻 发声- 해도